我們的海巡署的執法的方式 你覺得這樣子是很專業嗎 別的不要講了 第一個你在執法中間 你的SOP到哪裡去了 全程錄影的這個要求到哪裡去了 所有的執法單位做全程蒐證 都是為了自保 連自保的行為都不做 請問一下這個海委會主委 還好啊 海委會主委還有一 還不曉得自己的單位 犯了多大的問題 任何執法過程中 都可能都有瑕疵 可是你隱瞞 你把這個事情鬧得這麼大 現在雙方民意高漲互相攻擊 兩岸關係又走到一個 新的一個衝突點 這個都是因為處理不當造成的 我不是說海委會的那個 林檢傳的問題 而是事情發生以後 在管碧林的這個 這個單位的反應過程中 真的是把小事搞成大事